北京时间10月7日,亚运会南单决赛 是与其对阵李世锋 双方太熟悉了,完全不需要试探 而且这也不是两人在决赛中首次交手 今年的全英公开赛 两人已经碰面 李世锋击败对手拿下了出道后最有含金量的一个冠军 此番交手和上次决赛一样 首局直到局末才分出高下 李世锋展现了往前绝佳的手感 连续擦网球运气也不错 施与其无力回天 李世锋取胜首局 第二局比赛,施与其士气开始低迷 李世锋没有给对手机会成功取胜 2比0拿下冠军 这样一来,李世锋成为了2014年林丹后 首位拿下亚运会南单冠军的国语选手 也帮助国语重夺亚运会南单冠军 本次亚运会两金收官成为最大赢家 施与其虽然是国语一单 但遗憾的是还是没有突破瓶颈